哈喽 大家好 各位兄弟姐妹们 这是在这个酒店吃的同样的早餐 吃的第八顿 吃完这个顿就以后再也不用吃了 到大理机场了 机场其实是有一个户外的区域还不错 在这儿待着还挺舒服的 终于到了 这次来成都主要就是为了刷房碗 然后主要刷的就是万豪旗下的酒店 未来几天的话基本就是一天换一个酒店 今天第一碗是天头万一 价格还比较实惠的 这要三百五十块钱 而且包含行政酒廊和早餐 我一天的饭就可以在酒店里免费解决了 这个酒店虽然便宜 但是位置是挺天的 我从机场来这儿的花费的时间 也要比我从大地飞到程度的时间花得多 行 现在我先休息休息 去整点吃的 酒廊里的座位全满了 基本都是来薅羊毛的同靠们 餐室都被抢光了 等了好久也没有补上 感觉这两天每天都是奔波在这酒店的路上 这时候是一个新的酒店了 成都的首座万利 首座不是那个第一座的意思 特业主叫首座 然后今天预定的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只要三百六十块钱 相当合算 相当合算了 而且还赠送四千积分 四千积分的话怎么也能抵掉二百块钱吧 然后相当于一百块钱左右的入住成本 虽然已经很便宜了 但是作为太极会员 还是希望他能给我升级一个开放套或者套房 但是完全没有 很多酒店爱好者都称为首座这个业主为首抠 什么首抠万豪 首抠万利 抠 就是抠门的抠 这次第一次来入住这个首抠 不对 首座万 首座万利 没想到真的是名不虚传 一级都不给我升 定啥房就给啥房 一级都不给我升 不过无所谓了 我一个人住有一个大床就很好了 未来几天还要不停地换酒店 然后就是换酒店换酒店换酒店 在成都几乎也没有时间玩 自娱自乐吧 这种每天换一个新的房间 每天换一个新的酒店 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真不错 行政大窗房 还不错 你想象的面子要大 这还有个沙发 这有两个沙发 这还有个沙发 给这开柜呢 一个大床 直面是外面的城景 电视是斜着的 又是带枣盆 但是可以泡一泡 现在都换成了大瓶的 最终的西湖了 OK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容图 没啥 然后一半也很简咯 都空的 这也是空的 好了 这就是整个手座外里的容图 很简单 长时间 这是第一个小水果 骨干 点心 巧克力 给我们喝酒 咖啡 有点吃的 简单的店门口 吃饱什么 简单的香肠 酒廊人特别多 然后海边就是这些 这边还有蛋挞 肉丸 然后味道里面 还有小米纸 鸡汤 整片烤面 滚动都好吃 但是肯定能吃饱 看这些 三百万酒店的脏鸡 还算丰富 有小酥肉 白粥牛肉粥 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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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先整碗 丹丹面 还有我们老家的煎饼脖子 不过这些 我们煎饼脖子 不是这么臭的 感觉酒店的菜篇 到前面一个天 不是太想吃的 他们家有小酥肉 可以尝一尝 一点都不够 锅饭好不好 吃 懂了很多东西吧 他们家这个韭菜馅的 饺子做什么吃 单单点都妥了 这个韭菜馅的饺子 好甜 在这吃了两顿不要钱的饭 您走前后 还可以在这泡个澡 这次的羊毛真的是 何老家的感觉相当于白质 好了 明天我们去另外一个酒店 拜拜